尼天南达,大家好,我是曼尼天凯拉撒南达 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大师其实在昨天的开示中讲了很多点 有一点我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 今天跟大家讲自闭症的孩子怎么治疗 这个话题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人在探索和研究 当然了到现在的结果也是自闭症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 如果有一些病例能够有一些突破 大家都会拿出来研究到底是什么做到的 但是大师在他的开示中非常的明确跟我们讲 自闭症的治疗方法就是把第三只眼打开 让这些孩子进入到我们的孤入库 在我们的开悟的上师的指导环境下去生长 这样的话他自闭症就可以治疗了 其实我们寺庙是有这样的案例 而且有一个是在我的眼前发生的 就是这个孩子他是母亲带来上21天课程 从刚开始不能跟任何人沟通到后来玩得特别开心 就是有一些表达 然后你跟他说话什么 他也会跟你有直接的对应 然后就是有很大的不同 然后大师也曾经讲过其实他无非是我们的脉轮 就是我们这些内在器官 脉轮是内在器官 我们的心肝肺这是内脏器官 这些内在器官就能量中心 它完全的脱位了 所以这个造成了他的自闭症的现象 所以这是可以用灵性的方法治疗的 我在这想讲的就是呢 废陀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它可以给人类现在的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 其实所以呢 我们现在 废陀文化在地球上存在 其实就是Paramashiva给我们的礼物这样 就是宇宙意识源给我们的大的礼物 我们没有使用它来指导自己的人生 其实就是在南辕北辙 是蚂蚁吗 就是在制造轮子 就这轮子已经制造出来了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所有了解废陀文化的这些人 不管我们了解是什么方面的 包括做流石 做瑜伽 或者清理大厂 或者听开示 大事周末的项目 开三眼 打开让你想化超能力等等的 做的这一些呢 只要我们了解 都应该去跟身边的人分享 让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 Paramashiva给人类最大的礼物 然后呢 也通过我们更多人的力量 能够让这个世界了解到 废陀文化 在这个基础上呢 能够推出更多的 废陀文化 它深层的这些 知识吧 就更多更广的这些知识 更深更广的知识 然后能在各个领域的 为人类造福 包括我们的意识住行 我们的社会结构 经济 政治 科研 文化 神秘科学 还有所有的 艺术 医疗 教育 等等 所有的这一切 都有非常非常好的答案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用自己的能力呢 来做这些事情 你要首先保证自己呢 来收听大师的开示 来阅读大师的书籍 来学习废陀文化 同时呢 用自己的力量去 宣传让更多人了解 大师的教学这样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叮叮叮 我身材了学习废陀文化 明镜